要提醒您中午过后 中部的山区南部就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尤其是在入夜过后 东北季风会慢慢增强 那么北台湾东半部地区 下雨的几率都会增加 那既然提到下雨 车主最怕的就是我的爱车泡水了 该怎么办呢 你说我有投保这个车险的话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吗 答案是错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复杂投保 所谓的台风洪水险的话 那就算车子泡水保险公司 也是不会理赔这笔高额的维修费用了 那么上个礼拜不是有春雨袭击吗 也让台积电的停车场跟着遭殃 员工的讨论群就开始说 是有出现这个泡水车的事件发生 所以说既然有泡水车相关的案件 我们从处理再到申请 理赔究竟正确的流程会是什么呢 首先最重要的可以看到图卡上面 就是不要在第一时间发动你的引擎 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你的保费车子呢 受到更严重的损坏 所以就建议民众呢 你可以先拍照 再找道路救援的服务 或是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专线 业者就会派人来确认相关的损失 就会能继续处理理赔的事宜 至于我们观察完这个爱车之后呢 我们要来照顾一下自己的温馨小窝了 可是我们现在薪资动涨物诈又飙涨 通膨之下你说要买房就只能找上这样子缩少坪数 小宅低总价的物件了 可是通常像是图卡上面有写到这样的小宅格局 配置就比较容易有死角比较挤一些些 像是第一种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就是把衣橱放在厨房里头 会发生什么事呢 风水师就说了 这等于说你要把衣服烧掉的意思 代表你的生活会难以温饱 那如果从现实层面来看的话 这食物的气味很可能是会沾染到我们的衣服上面 所以身为屋主我们只要一煮饭的话就容易心烦气躁 而且如果厨房是面对厕所的话 这代表水火不容 再来看到下一张情况 就是图卡上面的这一个冰箱正对水槽 站在风水的观点等于说食物会变得比较软烂 专家就说了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尽可能能避就避 否则你继续住下去就越容易变成困兽之斗 那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